原警進行跟肩埋伏 發現嫌犯完成交易 立刻上前準備將人控制 買賣雙方看到優勢警力 還想抵抗 但還是被拉出車外狼狽 壓制在地 嫌犯的雙手抱頭蹲在地上 前面擺著兩支改造手槍 原來他是一名黑槍集團成員 並且還想用往生者來做掩護 這個黑槍集團 就是將交易地點 選在殯儀館旁的停車場 利用出路人潮多想要掩耳目 沒想到最後還是被警方立上 就連上游集團都被一網打盡 警方根據他們的通聯記錄 發現大本宜疑似藏在新竹湖口 跨縣市前往歹人 發現這個分租套房 就是他們的地下兵工廠 走在最前面的林新竹 嫌是新竹風飛沙邦分子 招逮時還是通緝身分 過去就有傷害毒品 妨害自由前科 他找來張姓群女黨 乘租套房 要兩人幫忙管理槍支 平常自己就在裡面動手改槍 客群索定毒販害怕被黑吃黑的心態 將槍支以每支8到10萬 不等的價錢販售牟利 警方順頭摸瓜 一舉倒破整個黑槍集團 斬草除根 後續還要繼續清查 到底有多少槍支流入市面 紀錄委一開始 陳兄來的車上報導 立刻下載禁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